我们要做摩擦试验的时候,首先要选择摩擦的一个传感器。 这个传感器呢,是女士用的。 因为它摩擦的地方很小,很小。 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挂在上面。 插完以后,它有一个插口。 插口这有一个槽。 这个槽呢,对应到这个里面有一个槽。 然后把它插进去。 插完以后把它拧起来。 完了以后呢,这里头呢,它这种是一种特殊的移动线。 然后呢,先把它拴在这上。 这种体体的轮这一段穿过来。 连接到这个滑揽上。 这个是一个拖块。 这个拖块的重量呢,是, 就是这样。 然后,中间多一点这个软的硬的那种靠墨。 然后它的重量呢,是200克。 然后把这个呢,这是我们要测的一个式样。 把它这个式样的这个正面呢,朝下, 给它,后面给它贴好。 这个是我们要测的一个式样。 把它两边呢,给它粘接好。 中间呢,因为它有一个测试区。 这个测试区的长度呢,根据标准的不同。 我们可以设定。 但是现在我们设定它这个测试区的长度是200毫米。 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拖块放到, 放到这个区域的这个端。 但是不要过紧。 不要过紧。 有一点这个,就是松紧之间就可以了。 好,这时候我们就把它设置好了。 设置好以后呢, 然后,把这个电源线插到这个电源上。 然后,这时候把它打开机器。 来,当它打开机器的时候, 这儿灯就亮了。 这个地方灯就亮了。 回到电脑这块呢, 这个时候注意看。 这个是点这个图标。 双击就可以了。 好,这时候它就进到这个, 这个主界面里头。 主界面里头呢, 我们有几个检测项目。 其中的摩擦是在这个, 第四项。 然后, 点击它, 它进入到这个选择框里头。 我们点OK就可以了。 好, 这时候它就, 好, 进到这个测试面。 这个是测试面。 测试面呢, 这时候呢, 因为我们的摄像已经准备好了。 这时候我们就, 清零。 然后, 我设定的速度是300, 300毫米。 这个时候我们就点击运行就可以了。 这时候测完以后呢, 我们把这个拖块呢, 然后拉回到这个原来的位置上。 好, 不要太紧。 保持有一点这个松弛就行了。 好, 这个时候摆好以后呢, 这时候我们来做一下这个界面的一个处理。 这个时候呢, 因为你是第一次测, 它这个图像呢, 比较小。 注意看这个位置上。 看这个位置上, 它有一个把这个图形可以放大。 好, 当你点的时候, 这个图形就放大了。 图形放大以后, 这时候我们进行下一次测试的时候, 它就在这个图形的基础上做一个累加。 这样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了。 好, 我再做下一次实验。 一定要注意, 清零。 好, 运行。 这时候它这个曲线, 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看。 而且它这个拟合的重复呢, 基本上跟我们刚才走的这个线路, 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。 就证明它这个测试的重复性非常好。 好, 这次做完以后呢, 还是一样。 我们把它呢, 在刚才的位置上, 还是要保持一定的松弛度。 好, 这样我们就可以连续做。 这个时候呢, 这是它第一条是红色的, 第二条是绿色的一个曲线。 它重合性都非常好。 然后我们再进行第三次检测。 这时候一定要注意, 要清零哦。 好, 进行了。 好, 现在测试完成以后呢, 我们来进行处理。 处理的话呢, 在这个地方呢, 有一个输入。 那输入的时候呢, 它这个其中提到一个反向力。 这个反向力实际上就是这个, 这个的重量。 就是这个的重量。 这个重量是200克。 200克的话呢, 我们要把它转换成牛。 那么它的反向力就出来了。 就是0.2千克乘以9.8等于1.96。 好, 直接按往下复制。 它就存出来了。 这个时候呢, 剩下的这些东西呢, 我们直接点OK就可以了。 好, 它计算完了以后, 就在底下有显示了。 好, 这是我们3, 一, 二, 三, 三个数据都有了。 都出来了。 好, 这个就是它, 出来的一个报告。 好, 这是它的曲线。 然后, 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打印出来, 或者是其他方式导出来都可以。 好, 这个试验呢, 我们就最后做完了。 好, 好, 这时候把它退出。 好,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种数据把它保存。 然后直接保存就行了。 好, 这个试验做完以后, 我们把它退出来。 点击。 好, 然后可以再进行其他的试验。 进行下一个试验, 直接点击它, 认选。 它就会进入另一个界面。 好, 谢谢。